傻子偷拿了一罐催情药 倒进全村饮用的井里 这下可乱了套 大伙浑然不绝 照例取水做饭 要知道这可是给牲扣用的药 结果可想而知 整整一天 村子里可谓是哀红遍野 傻子还不嫌是大 从人家地板下身出头偷看 吓得铁匠夫妇一哆嗦 傻子砸吧砸吧嘴点频道 气得女人掏出斧头怒吼 可傻子早就一溜烟跑了 这种缺德是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 村里人都拿她没办法 傻子名叫牛街市是长寿镇出了名的混世魔王 人家在下游喝水 他就在上游洗澡 别人新婚大喜之日 他就刨人家祖坟当作贺礼 每天去肉铺打劫猪肉 老板不愿意给 他就拿人家祖宗的牌位威胁 村里最长寿的老祖 马上就要120岁大寿 结果牛街市往人家药里掺酒 老祖宗直接一命呜呼 这就算了 按照族规老祖宗去世 寡妇必须成狐陪葬 可牛街市毫不忌讳这些 他一把扛起寡妇上岸 等到寡妇醒来 才发现自己竟没死 他还不知道是牛街市救了自己 听着后院有动静 拿起菜刀小心翼翼上前查看 只见牛街市满头是血 拿着刀转过身 寡妇被吓得晕了过去 原来牛街市听村里人说 寡妇身体不好 有严重的贫穴症 这才想着取自己的穴 给女人补身子 寡妇再次醒来时 望着这个村里的祸害 内心十分复杂 他呆呆地往家里走 衣衫不整的样子 让村民们误会了 一路上众人议论纷纷 为首的女人拦住他的去路 几个人立马将寡妇团团围住 大骂他不守护道 败坏了村里的名声 不由分说就打了女人一顿 寡妇是个哑巴 想解释清楚 却也有苦说不出 众人叫嚣着要把他沉谈 但又忌惮牛街市的存在 怕他一怒之下 折腾得整个村子不得安宁 只能丢下一包药 放下几句狠话就离开 归根结底 一切的起因都在牛街市身上 众人围坐在一起 商量着该如何除掉这个祸害 晚上趁牛街市偷看寡妇洗澡 对准他的屁股比了个十字 手臂粗的针管砸到身上 牛街市一下倒在地上 众人正准备下手时 牛街市竟然醒了过来 大伙被吓得落荒而逃 要知道这可是能迷倒一头牛的分量 牛街市不到五分钟就清醒了 一记不成他们又生一记 合力将牛街市装进麻袋 一顿毒打后丢下山崖 没想到祸害一千年 老天爷都不肯收他 这样牛街市都没事 他回去后越发肆无忌惮 用炮杖捉弄铁匠 偷走狼中的眼镜 让村长当众出丑 别人家门口放马蜂窝 最后大家实在是忍无可忍 众人聚在一起商量 看来光凭他们的能力 是没法收拾牛街市 但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就是请一个外人回来 那人名叫牛医生 是喝过羊墨水的高材生 他肯定有办法解决这个祸害 一个围绕牛街市的 今天阴谋即将展开 如何凭一张嘴 干掉一个人 都说三人成虎假能成真 当身边所有人合伙骗你一个人 如果是你 会不会上当呢 刘洋归来的牛医生 想出了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方法 他要让牛街市自己把自己吓死 这个方法用科学来讲 就是心理暗示 牛街市的父亲是得癌症去世的 所以天不怕地不怕的牛街市 唯一的害怕的就是癌 可是怎么让一个健康的人 误以为自己得了癌呢 牛医生喊来了全村人 他们要合伙演一出戏 这天牛街市像往常一样 在村子里吓溜达 可是每个人见到他 都旁敲侧击 暗示他气色不好 一路上众人看见他 都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 看着他就好像看见了什么脏东西 这诡异的氛围 让牛街市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村里的老婆婆 突然拽下他的一根头发 嘴里神圣叨叨说着报应来了 这就是仙兆啊 这点小把戏自然吓不到牛街市 但这还只是一道开胃小菜 真正的计划还在后面 路上几个人突然出言挑衅 牛街市不服气了 对方提出笔一笔白手腕 谁知竟派了个小孩上场 牛街市感觉被小瞧了 自信满满的上场 结果不到一秒 他就被小屁孩反杀了 其实小孩的胳膊里绑了千条 换成谁都不可搬迎 牛街市开始有些怀疑了 难道自己真的生病了 不然怎么会输给一个小孩 回去路上 肉铺老板也一反常态 热情的要送他肉吃 说看他脸色不好 拿回家补补身子 其实他暗地里在肉里下了药 因为担心牛医生的计划失败 这才做了第二手准备 可是牛街市又拿起一块肉 放在一起转了好几圈 最后才随便挑了一块走 两块肉长得实在太像了 老板还以为他拿走的是有毒的那块 就将剩下那块肉重新摆回架子上 晚上村里人聚在一起喝酒 大伙轮番上场给牛街市敬酒 男女老少都吹捧他好酒量 牛街市得意忘形越喝越多 但其实大伙喝的都是水 只有他一个人喝的是酒 很快他就不胜酒力喝醉了 是不是真的身体不行了 酒醒后对着镜子研究半天 平时和他玩得好的小孩看不下去了 想告诉牛街市真相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大伙关了起来 他们的计划不能被破坏 寡妇也知道这件事 但她是个哑巴又不识字 只能拼命打着手势 牛街市不明所以 还以为寡妇也觉得自己生病了 没过几天阵里下起一场大雨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 都在雨里跳舞祈祷丰收 看着大伙啥是没有 牛街市也冲进人群里 想要证明自己身体没毛病 不一会儿就被冻得瑟瑟发抖 可她不知道 别人都是轮番换着淋雨 一进屋就是将她热毛巾伺候 当然什么事都没有 只有牛街市一个人着凉感冒了 村里人带她去看医生 牛街市给她拍了个片子 嘴上说她没事 背地里却和众人窃窃私语 牛街市偷听到自己得了癌症 在多重心理暗示下 她感觉自己精神威靡 开始相信自己真的命不久矣 可是这时候 寡妇竟然怀上了牛街市的孩子 牛街市认为斩草要除根 这个孩子必须死 为什么牛医生会这么恨牛街市 还要煽动全村人除掉她 故事得从20年前说起 傻子成天偷别人家腊肉 男孩为了防牛街市偷肉 将家里的窗户全部堵死 晚上老人烧炭取暖 除了不在家的男孩 全部煤炭中毒而亡 男孩长大后成了牛医生 他把家人的死 全部归咎在牛街市身上 为了替家人报仇 势必要让他一命长一命 牛街市一步步踩进陷阱 自以为得了绝症命不久矣 可牛医生的目的绝不仅此 他还要除掉牛街市的孩子 可是村民们于心不忍 虽然牛街市可恶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牛医生没有办法 只能逼寡妇做决定 孩子和牛街市只能留一个 他拿出一包堕胎药 寡妇站在角落神情麻木 他知道孩子和丈夫只能活一个 犹豫片刻后 他拿起了桌上的堕胎药 而另一边牛街市正在 给自己做棺材 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小孩看不下去赶来通风报信 告诉了他实情 牛街市可以接受自己的死 但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受到伤害 拿着砍刀就找众人算账 不少孩子都站出来支持他 他们冲进牛医生的家 看见了那张甲的胸片 牛街市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他急忙赶回家里 却发现桌上的堕胎药 寡妇用手语比划着 他想让牛街市活下来 然后爬上栏杆想寻短剑 一向玩世不恭的牛街市 第一次板起脸 他宁愿牺牲自己 也不想寡妇和孩子受到伤害 晚上他对着篝火思考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 拖着做好的棺材 挨家挨户道歉 牛街市朝着众人跪下 恳求大家放过他的老婆孩子 接着是重重几个响头 村民们都沉默地低下头 但没有人开口挽留 牛街市拉着棺材离开了村子 最后看了一眼 这个他长大的地方 然后来到了一处山崖 他躺进棺材里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恍惚中他好像看见 夕阳下寡妇抱着孩子 朝着光明走去 村里最大的祸害 终于被除掉了 可牛街市真的是祸害吗 牛医生父母的死 其实真正的凶手是牛医生自己 他不能接受害死了父母 选择将错误归咎到牛街市身上 老祖宗的死也与白酒无关 长寿村为了制造长寿 将老人通通关起来 以娶妻的名义 骗来年轻纯洁的女人 为老人们换血 这也是寡妇严重贫血的原因 一身是酒如命的老祖宗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牛街市看不过去 满足了老祖宗最后的心愿 让他能心满意足含笑离世 他破坏了长寿村所谓的规矩 最终被当作祸害除掉 村里人为了感谢牛医生 给他送上了肥美的腊肉 可牛医生却瞧不上 挑了架子上另一块上等好肉 夜晚他吃了肉 却突然蹊跷出血 原来这块肉 正是准备用来毒死牛街市的那块 因果循环 牛医生好巧不巧挑中了有毒的肉 紧接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爆发 整个村子也被夷为平地 除了离开的寡妇和孩子 所有人都死在了地震中 地藏经中有这样一段 若遇杀生者 说肃央短命报 意思是地藏王游历事件 当遇到杀生之人 就会告诉他 杀生会得到肃央短命的果报 恰好呼应片名 杀生